美姐早就都已經有跟大家分享了 尤其是今天亮的 又再度的萎縮 過去我是不是跟大家講 近期就是不會有量 量證會出來的時候 是在8月30號 因為MSCI全震調整 你如果都有看美姐節目的朋友 你就知道 在這一波行程裡面 8月5號我相信 我也不用再指 電腦給大家看了 大家要知道8月5號股災 重挫1800多點 美姐告訴大家要冷靜 結果指數反彈 很多人就在猜测說 在這位街會不會打第二隻腳 那美姐當時在8月13號的時候 我直接跟大家講不會 我跟大家講 就是震盪緩步電高 8月13號 8月13號 不就在這一天嗎 我就說 就是震盪緩步電高 不會有第二隻腳 雖然很多專家都跟你說 要回測打第二隻腳 再上去會比較健康 我認同 但是美姐看盤盛 盤面的狀況 她就是不會打第二隻腳 我是不是直接跟大家講 就是震盪緩步電高 8月13號的節目公開 但是呢 8月13號我是不是說一路向北 是不是果然一路向北 結論呢 連續兩天 深藍色的線是季線 得而復失 我美姐沒有在硬 看到什麼我就跟大家說什麼 8月20號的時候我跟大家講 接下來的指數會開始震盪 後來我跟大家說 沒有量是正常的 8月30號才會有量 大家看 現在看回顧過來 是這樣子 8月20號我跟大家講 後面盤勢就是震盪了 結果呢 震盪了兩個禮拜 今天是第三個禮拜 是不是根本都沒有量啊 沒有量 是不是就是橫向 是不是橫向 為什麼我會這樣跟大家講 原因就是說 在這邊呢 在這一波的高點 重挫到8月5號的低點 這融資減了將近500億 但是呢 在8月20號 這一天我發現8月29號 當天融資就增加了20億 但是我現在要跟大家預告分享 我認為九盤之後 如果融資再增加的時候 會有風險 現在先跟大家預告 為什麼呢 你看啊 行情橫向了 今天是第三個禮拜了 行情橫向第三個 今天第三個禮拜 橫向耶 但融資增加多少 融資增加了將近188億 增加了6% 而且量能是萎縮的表 是這邊 這邊都是融資啊 這邊都是融資啊 外資也都在賣 都在賣啊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 指數目前 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持續會震盪 持續會震盪 一樣是量縮 為什麼呢 因為這禮拜有一些重要大事 美國ISM啊 製造APMI啊 ADP啊 等等的數據啊 等等的數據啊 那所以呢 對於加權指數我告訴你 美姐不是要告訴大家 叫大家去做期貨 我只是要先跟大家 預告分享 美姐的看法 指數很像震盪 沒有量 但是融資如果 再度的增加的話呢 隨時都有風險 但是 當指數在 行情 在震盪的時候呢 你看我今天的標是怎樣 你看我今天的標 寫什麼 不該長的長不動啊 該長的還是會長 所以呢 當大盤在橫向整理的時候 我們看大盤橫向整理 是不是 大盤橫向整理 接下來 就是中小型類骨 的天下 中小型類骨的天下 但是它會處於 輪動的方式 所以呢 過去美姐跟大家講 大盤會走向橫向整理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看看 貴埋指數 代表中小型類骨的貴埋指數 它的表現 就是比較強悍 瞬間壓迴 我沒有改變 我的看法 中小型類骨 它會持續的呈現輪動 由過去你所熟知的機器人 輪動到哪裡 半導體設備 然後呢 特用化學 也有表現過一兩天 再來 細光子 我都有跟大家分享到 接下來 就輪到消費性電子 是不是 你現在大家 每個人都在跟你講什麼 即將來到的 即將來到的 9月6號到9月8號的 國際半導體展 但是呢 國際半導體展 你會想到的是什麼 台肌戰力的COVOS的概念 你會想到的是 過去飆漲的個股 你才有印象嗎 因為當 一檔股票在那邊飆漲的時候 全市場都在講 那你看3131的紅束 3131的紅束 我們如果說看 這個行情 這個行情是往下喔 今天 今天 修正了5個percent喔 開高走低喔 上下政府蠻大的 修正5個percent喔 但美姐是不是早 早有時候我都跟大家講 我們繼續看下去 除了紅束以外 很多人還在討論 哪一檔 6187的萬潤 今天還不是開高走低 那從KC型來看 市場一波 開創新高 之後走低 所以呢 差不多股票在這個階段 你千萬不能用追價的 紅束本一比 已經來到52倍 那萬潤呢 28倍 相對比較低 相對比較低 所以你看 他今天的跌是 他還雖然還 是開高走低 但是他還在 他還在50%面試上喔 那再來呢 3583的星雲 你們都知道啊 是不是也是讓他修正下來 當你在關心 紅束的時候 因為他最飆嘛 漲了52倍的本一比 美姐跟大家講什麼 你與其去追逐 紅束 追逐33的紅束 美姐跟大家講 你不如 8月20號的時候 我跟大家分享 滑燈初上 滑燈初上是哪一支 8月20號 我盤中直接分享 就是6640的薰滑 8月20號 8月20號在這一天 在這一天啊 結果漲上去了 又摔下來了 你覺得美姐你不准 你如果都看美姐節目 你會發現美姐節目 其實很無聊 你知道嗎 美姐每天都跟你講一樣的 都跟你講一樣的股票 我沒有今天哪一檔 強就跟你講哪一檔 哪一檔漲停 就跟你講哪一檔漲停 那跟我沒有關係啊 但是我有本事 領先別人 預告在前頭啊 是不是這樣子 過去大家那講說 大盤會長第二隻腳的時候 美姐怎麼跟大家講 就是不會有第二隻腳 一路向北 當天要震盪的時候 美姐都是預告 那當你在關注紅束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先看君華 美姐還分享君華的時候 當時股價887塊 不就是這裡嗎 然後呢 來到四位數 華人初上 不就是6640年的薰華嗎 是不是 本一比也來到33倍了 那美姐有 有因為漲停 創高 來到四位數 就一直 就一直講說 趕快追趕快追 美姐不做追加這種事啦 美姐不做追加這種事 反而8月26號那一天 8月26號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 不要追 不要追 證據在這邊 8月26號節目 你自己看啊 COLA設備族群 留意追加風險 占賣方 我有沒有跟大家講得非常清楚 我有那個魔林兩可的迅速嗎 美姐應該是不會有魔林兩可敘迅速吧 那你看看喔 我們再回顧一下喔 我們游標就停在8月26號這一天 好6640的軍華 縱使我過去領先跟大家分享 6640的軍華 漲上去 我跟大家說贊賣方 那你現在咧 是不是 回歸原點 那 3131的紅塑 我跟你說 彈上去再賣方 那現在咧 你是不是避掉這一波的風險 6187的萬潤 再賣方 你再賣方啊 你這邊沒有賺 但是你至少不會 不會今天去追加 你有看美姐節目 是不是 3583的星雲 在賣方 你今天 省去這一根 所以凡事 總是有人比你早知道 這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講 但是我覺得身為一個分析師 你要有的一個基本素養 就是你領先預告 不要事後在那邊 事後在那邊 無憑無懼的驗證 美姐跟大家分享的 全部都是有瓶邮據 而且美姐不會告訴大家追高 雙高操作策略 再好的股票追高風險就是高 就像我當初 跟大家分享 與其你要追紅塑 你不如留意均滑 是不是這樣子 8月20號就跟大家講 你留意均滑 結果這一根掌情 是不是你的 是不是你的 但縱使美姐看好 我就是說台積的 COVERS概念 與其你要追50幾倍的 不如留意30幾倍的 30倍的 同樣是COVERS概念 但是美姐認為高的時候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讚賣方 是不是這樣子 包含我曾經跟大家分享的一樣 因為雙高操作策略 在哪股票追高風險就是高 美姐不希望大家永遠都在追價 你永遠都在追價 你永遠都被別人欺負 你知道嗎 低階才能夠獲利高 如何低階 就是領先布局 才能搶得先機 那在近期 9月10號 AI iPhone 16 現在大家都在講 大家已經不再關注 回答了 不是不再關注 是回答財報過後 大家轉 資金轉戰到Apple上面去 但是我認為 Apple領域很廣 很廣 那美姐看好的是什麼 美姐不會說 Apple的領域 包含組裝也是 我不會一頭拉股 全部都跟你說 這蘋果概念買就對了 當然也有分好跟不好 有分哪些先 哪些後 它是有優先順序的 那美姐現在看好什麼 光學鏡頭 另外還有什麼 PCB 比方說 3008大力光 為什麼我看好它 因為這次iPhone 16 它的潛望式鏡頭 潛望式鏡頭 從Pro Max 要下放到Pro系列 Pro系列也有潛望式鏡頭 Pro Max也有潛望式鏡頭 所以呢 是不是大力光受惠 是不是光學鏡頭受惠 是不是 那再來 大家看到PCB 你可以看到 2313的滑通 PCB的產業化忘記 它除了蘋果 它還有低軌衛星的題材 我們看2313的滑通 美姐跟別人不一樣 是今天滑通是跌的 今天滑通是跌的 但是美姐跟大家分享 今天滑通是跌的 大家看K線都知道 但是美姐是不是 跟大家分享滑通 美姐跟別人不一樣 很多人都告訴你 今天最強的 今天漲停的 你從盤前看到盤後 你都在看漲停板股票 問題是 你有買到 你能買到 你如果能買到 你也變追價了 但是在跌的時候 美姐跟你講2313的滑通 2313的滑通 是跌了沒有錯吧 今天跌4% 但是美姐認為 如果你要買Apple 修正的時候 你可以留意 滑通 那另外呢 PCB還可以留意什麼 337的星星 337的星星 她是消費性電子 加AI的題材 那目前她的位階 比较起來很低吧 是不是這樣子 337的星星 我不會跟你講 功率放大器啦 你不用指望 我今天跟你講功率放大器啦 我只因為大家都在講 我沒有必要 跟大家抽熱鬧 但是美姐 除了這些 跟我跟大家分享 還有什麼是可以留意的 欲速臨風 美姐有打一個標誌 有沒有看到 美姐認證 為什麼我看好她呢 她同樣是 蘋果受惠股 蘋果概念的受惠股 消費性電子 1到7月她的營收 年增53% 然後呢 今年獲利 以今年 今年喔 不是用那名年 光是今年的獲利 預估來去 推算的話 本益比不到15倍 只有14倍 而且呢 她是這次蘋果 蘋果廠商 蘋果iPhone16 主要受惠廠商之一 跟大家暗示到這邊 那目前呢 你看她的位階是在這邊 今天也是黑K喔 連二黑 所以你如果要看 那標準的股票 你在我的節目 你可能只能看到 事後的驗證 你只能認她事後的驗證 但是我要跟你說在前頭 今天是9月2號 禮拜一 那你如果要做蘋果 新機發表會之前 我認為9月10號之前 蘋果股都有表現的機會 但是如果這樣算起來 時間似乎短些 時間似乎短些 所以你要快些 那你可以留什麼 接下來還有很多題材 都是有關於消費性電子的 但是消費性電子 平蓋股算是消費性電子 但是呢消費性電子 不單單只有平蓋股 大家能夠體會這句話的意思嗎 我們看一下一個數據 就是 美股的WOMA 所以 美國最大的零售銷售商 它的股價創歷史新高 全台灣 應該說全國 到目前為止 大概是每次第一個跟大家講的 第一個發現的 WOMA在創歷史新高 但你想到 它的供應鏈 供應鏈有誰 你覺得呢 無人商店 你會想到什麼 你想到電子紙 電子紙嘛 你想到的是8069的元泰嘛 但是問題是股價長這個樣子呢 股價長這個樣子呢 但是美姐在上個禮拜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 8月28號 我公開跟大家邀約 這一檔永結童星 也是消費性電子 甚至呢 我跟大家公開邀約喔 我索馬影音也有跟大家分享 索馬影音是只有我會員可以看得到的 8月29號 會員索馬影音就只有 就這麼一檔 我沒有那種包10檔 20檔的 就這樣啊 6863的永道KY 今天再創歷史新高 有沒有 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永結童星 當初跟大家分享的時候長這樣 現在呢 跟大家分享的時候在這邊啦 那現在在這邊啦 再創歷史新高 有沒有 這就是領先布局 領先布局的重要性啊 是不是這樣子 沒解認證的啊 但是到現在喔 他以今年推估的本益比不到20倍 你有沒有想過紅座50倍你都在追了 這個不是要20倍的 後面有沒有機會 永結童星 那另外 你錯過了美姐這邊錯了什麼 皇家典藏 皇昌嘛 下一段要跟大家講 你錯了什麼 永結童星嘛 永到KY呢 下一檔是什麼 來 加入美姐Light 小小鼠QQ208 留言 留言什麼 留言888加上你的聯絡電話 留言888加上你的聯絡電話 利用廣告時間 加入美姐Light 小小鼠QQ208 留言 並且留言888加你的聯絡電話 記得喔 我們休息一下進廣告 待會兒回來 是不是確實 唯有領先布局 才能夠成了先機 你在美姐節目 沒有那種馬後炮的事情 過去我全部都領先跟大家分享 皇家典藏 8月16號節目當中 跟大家公開邀約 大家看K線型態就知道了 它是黑K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分享的股票一樣 都是黑K 你都可以買得很便宜 我跟大家講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會員索馬影音 我直接就 就是這麼一檔 2543的黃昌 就是這麼一檔 會員索馬影音就在這一天 當時還有五字頭 現在已經來到77.7了 77.7多了 盤中連線 我也是跟大家講 當時也是怎樣 壓回 是不是黑K 我說逢回布局 美姐沒有在 在人家追5% 6% 7%的 那8月23號 我也是跟大家講 還有高點 今天我認為 今天它是續創歷史新高 美姐看法 還是很便宜 算成五字頭到七字頭 還是一樣很便宜 另外永捷同心 你剛剛知道的 6863的永道KY 我也是錄製在索馬影音裡面 今天我也錄製了一檔 索馬影音 永道KY 今天也是創歷史新高 那麼你有沒有想過 你錯過了黃家典廠黃昌 你錯過了永捷同心 永道KY 那麼下一檔 加我們一起LINE 留言888 加上你的聯絡電話 那我要跟大家 我要帶大家進場這一檔 大家進場這檔 玉樹林峰 玉樹林峰 剛剛上半段已經有跟大家講得清楚 1到7月營收年增53% 目前以今年預估推算的本益比 才不到15倍14倍而已 而且是蘋果iPhone16的 主要受惠廠商之一 主要受惠廠商之一 那你錯過了 黃家典廠 2543的黃昌 你錯過了永捷同心 6863永道KY 那麼下一檔 這檔玉樹林峰 你千萬不能夠錯過 加LINE 留言888 加上你的聯絡電話 美姐 就會帶你 就會跟你分享 美姐就會跟你分享 LINE是小小鼠QQ208 加LINE留言888 加上你的聯絡電話 最後祝大家 每天都可以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有兩戰情況 注意 觀眾朋友 不查 有兩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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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五戰 有兩戰 有兩戰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中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